大哥 您去哪儿啊 我去机场接一人 你去机场接一人 用我这车多不体面啊 你奔驰饱满的 不是 大哥 我这车关键是没修好 我告诉你啊 还就得你这车 其他车都不行 而且不能修 修了就不对了 那你慢点才 我告诉你少废话 要再废话 我给你车 直接开到废民站去 刁雨 你这车怎么弄得这么脏 你教教我呗 大哥 要不我先给你洗洗洗 千万别 写了就不对 越脏越好 不是 大哥 你 你唱着又哪一出啊 你这智商啊 这么跟你说吧 今儿啊 我得接一个 非常重要的客户 不是 怎么打不着火呀 我打开 没修好了门上 怎么打呀 你这 踩着油门 打我 不好使啊 着了 行 开路 我打开 我打开 哥们你 是不知道啊 我最近特别忙 对呀 那公司离不开我 我现在 我 我在办公室呢 你那策划案我看了 问题 你是秦海集团派来的司机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你就是可可杜小 不是不是杜可可小姐吧 说好李大为亲自来的嘛 怎么会派你来啊 那什么我们李总啊 今儿临时有事 这不派我过来接您吗 走吧 摆着井里搬上车 好嘞 杜小姐长得真漂亮 什么 我是说你挺有乡土气息的 你的车在哪啊 就这个呀 这是你的车 就这车呀 我告诉你啊 这车呀 跟了我十几年了 那就跟我媳妇一个样 咱们就坐这车 对啊 我告诉你啊 这车贼好 性能特别棒 绝对跑车级别的 这车外观也太可行了吧 我告诉你可可杜小 不是 可杜可可小姐 您千万别被我这车的外观 所蒙蒙骗了 这车我主要开的 就是它的性能 那性能好啊 上车吧 我还是打车去吧 别别别别去啊 你这李总让我过来接你 你这要是去打车了 他不是回去没骂死我吗 你先坐来试试 绝对舒服 来来来来 上车 小心头发 来 好嘞 他 не坐在那里 行吧 他不用打车 你走了 你给我打车 还有行吧 你给我打车 你给我打车 再上车 他招车 最近有一个好疯 其实就是我 怎么打车 你给你打车 老板 不过我 我的哪儿 为常乱 它 power 我一直都没有打车 什么破车呀这是啊 什么破车 什么破车呀 你不是说这是一辆非常有个性的高质量跑车吗 对对啊 我 我我就是因为这这车太有个性了 他他高兴的时候吧 他就乱跑 不高兴的时候他就不跑了呀 那跑这么两步就坏了怎么办呀 我哪知道怎么办 我我先给保险杠处理处理吧 你干吗呀 这样行吗 不行怎么办呀 你别愣着了 赶紧推车吧 推车 我 不是你还是我呀 推吧 一二三啊 一二三啊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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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劲啊 一二三加把劲啊 来来来来 我说你使点劲啊 没吃饭呢你啊 我这还没使劲啊 快点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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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于做愣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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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走 你们 不是 你这人怎么不是好逮啊 向董事长 最近您的身体可好啊 谢谢杜总 我最近身体还可以啊 老样子 不错不错 董事长 可能可可回来了 是吗 太好了 年轻人就可聊得多 这一句耽误了七八个小时 对对对 年轻人没有代沟 能聊的话题多 可可 这怎么回事啊 飞机失事了 飞机没失事 那个破司机 他肯定要失事了 司机 我觉得这是场误会吧 这 这肯定是一场误会 对 肯定是大伟这个孩子偷懒 可可 你这脸怎么样了 还说呢 那破车在半路上就抛锚了 这还不算 他还违逼我推车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想啊 这肯定是一场误会 大伟偷懒 找人顶替去接了可可 回来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 对不起 我一定要好好追究 开掉这个司机 给可可一个说法 可可 可可 我们走 向董事长 请你这事给我们个交代 我的车呀 我的车呀 我的老婆呀 这是我老婆呀 你怎么能这样对的啊 哎哎哎哎哎 干嘛呢 别娘们唧唧的行不行啊 娘们唧唧哭什么呀 不就像破车吗 坏了又坏了呗 大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这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辆车 它就像我老婆一样 它跟着我风里来雨雨里去的 给你办事 然后 然后 你就把它弄成这样了 行行 我给你换一辆 你 你 你说什么 我说我给你换一辆 大哥这车我早就不想要了 他竟给我耽误事 大哥你不换 你太仗义了 我就是因为他天天迟早 天天吃泡面 你给我换就对了 我看你那新车 十来万也不贵是吧 那性能 那发动机 行行行 你先买吧 我 我买了啊 好 反正 每个月照常从你那个公租里扣 一回事 哎